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新一集的 Spiritual Money, 太好了 我最初有嘉賓, 就是Yan Yan Sugar 大家好, 我是Yan Yan Sugar, 電套 好啊, 前電套 說實話, Yan Yan在我們EP45 曾經出現過一張照片 對, 出現過做訪問 那一集其實都非常之好 如果大家在工作上、事業上 有什麼迷思, 想不通 請你聽那一集 因為Yan Yan在我認識的人之中 我覺得你總是做對決定 都比較爽快 其實一個人, 如果人生裏面 不斷做對決定 其實你的人生已經相當不錯 而你是經常做對決定 說實話, 你Yan Yan的背景很厲害 看似厲害 第一就是, 你做過很多學生意 例如有什麼生意 應該這樣說, 打過很多工作 剛剛出生的時候 然後就很努力拼命幾份工作 儲錢做生意 如果有聽我的EP45 就知道我的打工歷程 然後儲到錢 就開始做生意 最初都試驗性 可能做過Poteet 又做過中間的Trading 後來真是愛上了生意 真是美容養生方面 所以近幾年都集中做養生業務 今天我們spiritual money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做人態度 和Yan Yan和我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最近去了台中 上了一個很特別的workshop 不是workshop 應該是一個camp 不是, 應該叫做bootcamp 三天兩夜 非常拿膽, 二萬多元 二萬四, 初初久久前 然後在這個bootcamp裡面 就是面對你的恐懼 其實都很大挑戰 因為近幾年 做了很多跟spiritual有關的修煉 或者是上課 自己不斷學習 或者嘗試去了解自己內在 這個課其實都很… 陰差陽創 有個朋友報了名 他們一批人報名 然後就捉我去 因為很好憑感情 我聽到三天兩夜 還有一天要露營 我已經很害怕了 還有兩次的事 還要二萬四元三天 然後又要放下很多工作 立刻要撥開時間 然後誰知道 她說你也是waiting list 那不要緊 先waiting list 先報了 誰知道 她突然間隔了兩天 就說當你一肯報waiting list 立刻有個人剛好去不到 有個位置等了出來 就給我補償 然後我就立刻想 糟糕了 現在真的要搭別人去還是不去 我問了很多好笑的問題 就說露營 那裏有沒有水洗手的 有沒有洗澡的 有沒有洗澡的 去廁所怎樣的 已經很多很多問號 因為我一向很蛇鬼的 蛇蟲鼠蟻的荒山野嶺 不可以的 還有很容易怕這些戶外環境 黑黑的東西 但是最慘的 我又不知道課程太多內容 只是說你一個鍛鍊 是真的會令到你整個人有一個大轉變 那我又覺得這件事很吸引 因為我一向都冒險精神算高的 又心癢癢又想試 最後都算了 答應了 反正有一批朋友陪我 那就真是膽鬆鬆去了 那這一集我們就講 其實當然spiritual money 是會講錢 怎樣自負 如果你想賺一兩億 或者是十億八億 我們幫不到你的 你想二三千萬 我們都未必能幫到你的 但如果你想很輕鬆地過生活 可以很自在地吸錢過來 然後就好像我們 我們兩個都是很輕省的 越來越鹹 越來越鹹 我上個星期四才去南拉島 吃了一個純素的 vegan的super cheese 的一個私糖菜 我見到很棒 是了 五百元一位 五百元一位不是問題的 吃的buffet 隨便都要六百多 不是 而是星期四下午就搭船 晨早上要出門口 然後搭船 搭完船去南拉島 還要搭街道 搭完街道 還要走上半山 不是各個香港人可以這樣奢侈 但我們可以 這集跟大家聊聊天 幾件事會牽涉到 第一就是跟媽媽關係 或者跟爸爸關係 或者親子關係 如果大家跟爸爸媽媽關係 不是太好的 所謂不是太好的 就是 就算你說我有家家用的 我說不搭媽媽嘴的 我過禮拜跟媽媽喝茶 那些基本的東西 不是叫不好 都是好 但是說的是你要真心愛父母 真心尊崇他們 才有果效的 當然你不可以說 那好吧你說吧 那我要怎樣孝順父母 不是那個方向 我們要說的是 我也是 跟媽媽 真是臨尾 媽媽臨走那年半 或者臨走那五年 我是用盡我的方法 跟她修復關係 其實不是跟她 是跟我自己 是令到自己 有些什麼生氣她 完全要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你也是 下了很多功夫 很多功夫 真的 包括加排 又加排 又台中 又大量 許醫師 劉仁舟老師 不停上過 我又上過蘭州 然後我們可以說一下 細緻到看什麼電影 最近我都很小心 你放些什麼進去腦 是要非常小心的 我們從哪裡說起 其實今集 我們最主要說 說生活關係之外 是另一個很大的課題 是恐懼 沒錯 關於恐懼 你上過這個Camp 這個GoodCamp 我上過很多年前 所以你那天說的 很有感受 就是你換醒回 因為我上了很久 而且我是低潮的時候上的 我上完之後 我都忘記了 其實那裡是給了我很大力量的 你可以互相說一下 其實上完之後 我的感覺是什麼 當年我上了那個 叫做Enlightened Warrior Camp 是 這樣 上完之後 我覺得 就算有人說 Essa 我們搞一間上市公司 你都覺得是不難的 是 因為你已經很大膽 因為最難的事情 在那個Camp裡已經做完了 你會覺得 我上市公司是嗎 做吧 那些只不過是要做的事情 因為做的事情 其實很少牽涉你那些內在恐懼 很低的恐懼 對 那你又剛好 又是上了那個Camp 令到我再回想 其實我經歷了很多事情 我都記得我好像是 17年尾上的那個課 剛剛正直 我都說我生了一個小朋友 我EP45的時候 應該是準備生B的 好像他在懷疑人 是的 大肚子 後來生了一個女兒之後 就很多事情轉變 因為自己終於做了媽媽 又很抗拒生小朋友 到天氣都要給過你的 那都要生了 那生了之後 就改寫了 整個Live就完全大變了 那也是剛才說得很對 就是 終於都可以跳出來 去面對自己 跟媽媽修補一下關係 因為我跟媽媽 我是很勤力很準時給家用 所以電腦就很勤力賺錢 很準時一號就給錢了 但是跟媽媽又不是很多計謊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兄弟姐妹 我最小也管不到我 而且我媽媽又很兇 那時候我自己以前認為 我媽媽比較疼兒子 爸爸也比較疼兒子 所以我會跟爸爸比較親密 跟媽媽 永遠都給家用 就不要罵我 不要搞我 很淋沉 是的,我很紀律性做好些事情 所以我從小到大 很有紀律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不想他們煩我 我就很有紀律 無論是上學、讀書、考試 全部都有板有眼的 總之不會惹到麻煩你 在家裡 我就覺得我是一個很孝順的女 但是因為自己生了女之後 才開始那些母愛比較煩濫 我一個完全是以前戰鬥家 只是懂得電套賺錢 享受工作的滿足感 或者別人的讚美 以及自己的不斷努力求進步 都覺得好像不夠 現在中和一些比較慢活的事情 或者是比較感受心 就是原來我現在做了一天媽媽 我就終於知道我媽媽以前都很難頂 我這個女兒很難頂 因為我是拼嘴的 因為我媽媽一罵我就會拼嘴的 不要管了 總之先拼了 因為她通常罵我都不適合的 覺得是這樣 還有拼嘴 但是這幾年 為什麼要做這麼多新心靈 上這麼多課呢 其實都真的很有心 是想衝破我自己最不好 就是最硬的那個位置 就是很少跟媽媽說一些很深情的說話 或者真正好像朋友那樣聊天 所以就去上這些堂 嘗試跟我媽媽破冰 所以我又飛去台灣上家牌 然後又飛去台中上三天 放下恐懼的過程 然後也因為我爸爸幾年前過了生 又有另一番的感受 覺得真的難道還要爬頸嗎 又不止爬頸 只是覺得我都很想試試試 我親女兒和我現在做的女兒 又可以跟我媽媽有一個很溫馨的場面 自從上了這一堆堂 鍛鍊了自己之後 我現在跟我媽媽真真正正 會聊電話 WhatsApp錄音 互相問候 關心大家 然後每個月買多些補健品 希望她吃得身體好 一路追蹤著她的健康狀況 已經是跟頭三十幾年是兩回事 我覺得很開心的 更加所有事情更加得心應手 因為Esta很多年前跟我說 媽媽一定要親的 一定要對父母好好的 我永遠都記得 不過只不過總是沒有代購 因為我最小 我這麼多兄弟姊妹 總是覺得我媽媽不太更新的 那些教法 以前是打打鬧鬧的 但現在終於明白 都是一種表達方法而已 只要我跳出來 不是在自己這麼自私的角度 去想她罵我一定是不好 或者她對我沒有溫柔說話 就代表她不疼我 其實就不應該這樣想 那我就衝破了這些心理關口 再加上台中那三天 真是人生最怕最怕 扔你在荒山野嶺 自己找路回營地 黑奔奔身手不見五子 又要隔溪水去到胸口冰冰 又走那些沼澤 又會被泥豬了下去 但你全身只有一枝行山竹而已 接著又聽到野豬叫 又怕獵人有牆槍 隨時不小心射你 那種荒山野嶺恐懼 我幾十年來沒試過這麼害怕 我真的哭了幾個小時 我們這些城市的女生 如果真的要去 我以前是上課精 我上課上多個地步 你可以由早上九點上到晚上九點 早上九晚九點 連續很多天 還有上了很多的課 都不懂得形容 悶你不死 你都累死了 坐了整天 我真的很頂得悶 但是唯獨真的令到自己突破的 我也是 就是我剛才說的 Enlightened Warrior King 四日三夜 我們沒有害怕的部分 有一天也是很害怕 很害怕那一天 但我們那時候想要學自衛術 要學自衛術 打我 都好 打我全身瘀傷 就是你想像那個人要侵害你 要強姦你 然後你要自衛 打 打我全身瘀傷 很害怕 很害怕 然後那個示範 一個女生被人抱起 綁起來 然後去樹林 扔下她 然後前後要多久 看完之後 Oh my god Anyway 這些攝影機是令到 因為如果你說是這個mindset 怎樣去轉變的話 對我來說 不是一個challenge 因為我們九二九三夜 已經學這些東西 你說有什麼新的concept 我都可以接受 我接受到我就會改 但很多人是不行的 很多人就是你叫他改一點 他都不肯改 叫他看看自己 也不肯看 我們不是這個問題 所以要突破自己 這個勇氣很厲害 真的 我這邊有體能 我們去上這個 就是And Mountain Warberry Camp 嘩 我累到什麼地步呢 累到就是 那天早上去沙灘 連續四天三夜 全部都是體能 第一天去就要跳柱 老鳳 跳柱 如果你有位高 都沒有了 都要跳 2004年 我上了Anthony Robbins 一個課堂 在Fiji Island跳柱 一跳就60呎 是 大家計算一下 60呎 其實等於 譬如這裡的樓底 我當你8呎 好嗎 8、6、48 就是6樓 8、8就是64 我們計算一下 很兇 你大概是徒手爬上8樓 然後由8樓跳樓跳下來 很害怕 不止 特別我們這些有位高 我本身是位高 小時候不會玩琴鋼架 有些小時候玩我 是不會玩的 完全是 因為我是位高的 我一爬到很高 就已經是 整個人 凝固了 被冰 冰了 就不知怎樣做了 所以我爬一些鋼架 爬到第三格 站一會我就下來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當你站在一條巴 還要自己爬上去 還有那些巴 它是有兩條鐵 即是電柱 那條柱大概是這麼闊 如果我們的腳 穿了一波鞋 站上去 就剛剛好前後就突出 然後爬上那條巴 它有一些鐵 就是一條鐵 一條鐵勾出來 一條鐵勾出來 但我頂的鐵 是你拉上去的時候 是你插錯腳的鐵會掉 是嗎 我就就是了 這樣也很害怕 你首先要爬梯上去 爬梯上去 爬梯上去 你很害怕 因為我們本身就畏高 然後爬到上面 之後 你要用自己身體的力 拔上去 你知道我們這些肥妹 很多肌肉 一定會睡覺 然後踩 第一條就已經乒乓地掉下去 會掉 即是只可向上 一定要向上 沒有得走 我已經棄了自己 就是 最初我一去到 Tony Robbins的工作室 一去到 他就說 第一個環節就是 跳柱 這樣 然後我馬上戴個黑蝦 坐在前面 為什麼 因為眼淚開始不停流 害怕 很害怕 然後我想 我不會跳 我不會跳 然後那一年就要去跳柱 我心裡有沒有搞錯 這個不是放鬆的工作室 為什麼第一天就跳柱 這樣就跳柱 然後他說 這次我們是一個 Fasting的Camp 是六天五夜沒有東西吃 Shit 沒有東西吃 那怎麼辦 為什麼我不知道 為什麼小冊子沒有說 他說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原來沒有東西吃 Fasting 是六天五天沒有東西吃 唉 很慘 但後來 你知道 你每次上去Workshop 你做一些 我們叫Strategy 拉得你很行 還有那樣很Challenging的事情 你的突破就是那裡 沒錯 無論如何 這個柱子爬了上去 我一直爬 眼淚不停飆 不停飆 不停飆 然後上去上去 真的 我說不到 有多害怕 想都想到 八層口高 我用了所有我人在這個培訓界認知的東西 就是 fear control 就是 那我就想 OK 怕這件事是一個想法 你不想就不要害怕 好了 現在開始 我就block了我所有的senses block了我的感官 然後用最快的時間爬上去 什麼 什麼差都不要想 應該是可以最好 是吧 不可以 想是容易 做就難 我已經做了 已經是 把腦桃空 不要想事 不要想事 用最快的速度爬上去 然後 第一天 真的體能不夠 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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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的 那條柱有沒有動動 當然動 真的動 對嗎 那條柱很高 那條柱很高 那條柱在上面 這樣 我就害怕到 因為太害怕了 所以呼吸更深 那樓下的導師見到我們這樣 他們都知道會出事 因為這樣腦子會太多樣子 太多樣子還是缺樣子 我不知道 這樣會暈的 這樣暈的話 你就會跌下來 那你跌下來 就沒有了果效 即是你暈了 跌下來 跟你真的 很勇敢地跳出去 很勇敢地跳出去 是兩回事 是兩回事 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我站不到 我只能爬上爬上爬 坐在那裡 坐在柱上 然後就看在那邊 真的什麼錯誤 糟糕 為什麼會這樣 好像整個人生flashback 那樣 為什麼會在這個景況 為什麼會補這個班 為什麼會坐在那裡 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 然後導師就 他就說 你對你跳不跳 他就 當然跳 難道爬下去嗎 對 然後就 Jump I jump 他就 等一秒 冷靜一點 你要跳 請你帶著笑容跳 嘩 怎麼笑得出 然後就說 不行 你一定要帶著笑容跳 這樣 很冷 那快速收貨嗎 收不收 收 已經盡力了 盡力了 再說不行 然後就 1 2 3 就跳出去了 嘩 我的天啊 搞定 到現在我想回 後來去到Worry Camp 跳30尺柱 我就覺得 真的濕濕碎 因為之前60 現在跳30 都很害怕 但是真的差很遠 原來是 沒有這麼害怕 還有是第二次 是 有時當你真的克服了一個 你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克服到的恐懼 那個感覺真的很爽 下來之後 你的感覺是怎樣 第一是狂哭 先狂哭 然後 然後就是 真的覺得自己 反而之後就 慢慢冷靜 慢慢冷靜 然後 都沒有想到什麼 但是日子過了之後 當回復正常 因為那時候是很震撼 震撼都很重要 是一口哭 每個人都來抱 但是現在想回 就是很能力 很能力 所以為什麼我上完之後 有一次是外展 另一次是Tony Robbins 你覺得自己是什麼都做到的 是沒有什麼都做不到的 效果都一樣 跟台中被人扔去森林 你比較靠 我也很靠 很靠 我們的體能 我們月亮都沒有了 烏雲只看不到東西 只看不到東西 只看不到東西 加暖水是很重的 很重 對 然後後面的磚頭 還有磚頭是越背越重 是 然後如果休息的話 可能每一個小時 可以讓你坐一會 坐五分鐘 一定會回身 然後去廁所 就是在沙灘 好 Anyway 去到大家 說粗口說粗口 爆哭就爆哭 罵的罵 反面就反面 然後走完之後 還回頭 還有 有一班人 是要負責 扮重傷的人 而那個人 一定是由頭到尾 不能落地 那個人的課題 又不同 那個人的課題就是內疚 是 然後我告訴你 累到怎樣 就是結束了 不要說結束了 那個事情 從這裡跑到一點去一點 然後每次坐下 去到尾 我們不再坐了 為什麼呢 因為坐下了之後 起不了身 是因為太累了 太累了 然後回頭 那時候感覺上已經 根皮力鐵系 不單止沒有力 然後還要用盡 就是再透支 然後去到尾 你以為結束了 然後他說 還沒結束 你的眼淚真的想爆出來 還沒結束 還有什麼呢 他說還有一百馬 這個他沒有說 專門線我們 還有一百馬 你當然要揹回你的磚頭 他讓你等下來 你要揹回磚頭 然後跑完這百馬 好甘 你真的想哭 然後 那些義工就 快點做吧 不要想了 然後放些磚頭 然後 不准走 要跑 蛤?要跑? 他說 你到底多想要你的夢想呢 如果你連這樣也做不到 你不要講夢想 然後 讓你的肺子被他扭 激勵你 然後很有趣 突然間 在地上是有力量 地上有力量 在腳板滲上來 然後再跑完那一百馬 一百馬 然後大家跑完之後 全部等下磚頭 還有水 還有兩家磚水 不准倒 一定要喝 你可以喝 但不可以倒 但其實兩家磚是 哪有喝光 然後去到那裏 全部人都躺在地上 沒有人能動 但還未完 晚上還要上課 是 上完課上到十一二點 然後回房間睡 我告訴你 你累得怎麼樣 就是 涼都不充了 牙都不差 然後一二三 就躺在地上 躺在床上 然後你這樣睡 然後六點鐘要起床 這樣起床 你發現 咦? 沒有動過 姿勢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是累到的地步 沒有動到 然後六點鐘起床 動不到 全身發痛 全身勁奪 魚酸都出來了 然後 誰先洗澡 機械人 你先洗澡 好啊 這樣一分就好 這就是我經歷過 這叫Enlighted Warrior Camp 我們兩脾幾東西 但非常非常值得 話說回來 第一節 斬一瓦過 Yan仍未有機會說話 聽人的經驗 然後Yan就會說 她的版本 為什麼害怕到地步 你突破之後 然後跟著 嘩 那些東西就很順 那些東西就非常順 這樣 話說回來 如果看到Youtube的朋友 這一部分就完 如果大家想聽我們 這麼精彩的分享的話 就記得快點入會了 好 休息一會 回來再繼續聊天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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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